星期三開學 根據教育局安排 若果全校教職員和學生疫苗接種率都達到七成 學校可以申請恢復全日面授上課 若果個別級別的學生接種率達標 那個級別亦都可以恢復全日面授課堂 有校長估計高中生接種疫苗的誘因比較大 特別要關注一些中六的同學 其實接下來升中六的同學大家想一下 其實去年二月到現在他們當時中社 到現在準備升中六了 其實你說這麼多屆DSE的考生 不要忘記今年的DSE考生 接下來是會最受影響 因為長時間十九個月 他們真是首當其衝 所以我們估計 如果你說真的分級 如果你說夠七成或以上 我們估計中六或者高中 會不會因為DSE 其實他們會真是想回 全日誘因會比較大 這個都是值得思考